作词 刘雨昕 作词 刘雨昕 导雨昕 导雨昕 作词 刘雨昕 作曲 刘雨昕 作词 刘雨昕 导雨昕 不犯网 特爱的兄 他们都是谁 何时才能不经常 一切都知道 空气永远抓不到 鸡蛋永远睡着牙 这个世界乱走走 我就在看人啊 让我自己去寻找 不知好不好 时间空间来回跑 我要找找找 科学管人捉迷藏 偷偷把我笑 奇怪的公式 摔得摔不掉 科学是个大问题 马虎不能要 问题永远那么多 大案却太少 机房元素和定律 实在太深奥 只无条无伤了腰 可学不会睡懒觉 个性十足的华生 走 小乖 咱们出去玩会儿去吧 不行啊宝贝 你还没有写完作业呢 写完作业 咱们再出去玩吧 哎呀 我都写了好长时间了 玩一会 放松放松嘛 爸爸 我要出去玩 宝贝啊 慢点慢点 怎么了这是 爸爸 我想出去玩啊 想出去玩啊 那你的功课做完了没有啊 还差一点点啦 那你就把功课做完了再出去玩吧 爸爸 我出去玩 这是 这是行为主义派 那 什么 行为主义派 嗯 我听姑姑好像有提过这个什么行为主义 你居然说你出去玩是行为主义 怎么了 不对吗 当然不对了 你知道行为主义是什么吗 就瞎说 这个 我不知道 这个行为主义啊 它是心理学的一个主要流派之意 可不是你说的出去玩那么简单 哦 那什么是行为主义啊 嗯 这个嘛 简单点说啊 行为主义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心理学 不应该研究人的意识 而是研究人的行为 采用客观的实验方法 嗯 不太明白 嗯 反正是挺复杂的 总之啊 不是出去玩那么简单了 哦 哎 宝贝 这说到行为主义啊 我就不得不给你讲一讲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华生的故事了 华生 哎 是华生 不是华生 嘿嘿 爸爸 那你快给我讲讲华生的故事吧 他的全名啊 叫约翰华生 出生于1878年 是美国的心理学家 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 他对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是确定了以行为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消除了传统心理学的主观性 二是发展了客观的观察方法 他的环境决定论观点还曾经影响美国的心理学 长达三十年呐 什么主观客观决定论的 我都听不懂啊 宝贝啊 我说的呀 这可都是他的贡献 你瞧他多厉害啊 哎呀 我不听这些 好无聊啊 啊 这样啊 那老爸给你讲讲他小时候的故事 你爱听不爱听啊 嗯 好哎 其实啊 这个华生在心理学上虽然有很大的成就 但是他小的时候可不是个好学生 个性非常强呢 啊 他呀 不但有点懒 不听话 而且还好逗 学习成绩不好 每次考试啊 只能勉强升级 不是吧 哎 哎 哎 宝贝 回来啊 老爸我这还没讲完呢 我 爸爸 我还是让小乖带我去找花生吧 啊 啊 那你小心点 慢着点啊 哎呀 这孩子 总是这么急性子 小乖 刚才爸爸说的是真的吗 他真的很调皮吗 应该没有错吧 嗨 琳娜 哇 咦 嘿嘿 他就是小时候的华生 走 琳娜 咱们一块玩去 嗨 你等等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现在是上学的时间 你为什么不去上课去啊 我逃课了 嘿嘿 那怎么行呢 你不上课 怎么学到知识啊 我才不学呢 烦死了 啊 这么讨厌念书啊 走 琳娜 咱们出去玩吧 我不跟你玩 你还是赶紧回去上课去吧 哼 不玩就不玩 你不陪我玩 我自己去玩 什么呢 我好心劝他 他还不听 他也太贪玩了吧 好了宝贝 你别生气了 他后来进了大学以后 就变好了 再也不太玩了呢 是吗 跟我去看看吧 这里就是华生曾经就读的 芝加哥大学 好漂亮啊 嗯 华生呢 我倒要看看他 是不是真的变好了 那好吧 咱们去图书馆去看看 宝贝 你看 在桌子前认真看书的那个 就是青年时期的华生 这怎么可能是他呀 他现在应该在街上玩才对 这真的是他 我不是告诉你 他变好了吗 看样子应该是他 没错 不过这变化也太大了吧 小乖 那他这是在看什么书呢 看得这么认真 他在看的是哲学方面的书籍 哼哼哲学呀 哎不对吧 小怪他不是心理学家吗 怎么读起哲学来了 他那个时候选的是哲学 后来他对哲学的热情慢慢消失 反而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哼哼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小怪 虽然刚才他看书看得很认真 但是我还是不太相信他能一直保持下去 花生啊 花生 今天有一个聚会 我们好久没聚在一起玩了 你一定要来参加啊 给 这是情节 宝贝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跟踪他呀 为什么呀 我觉得他肯定会跑去玩的 宝贝 你快看 花生 花生朝书店走去了 宝贝 打雷的时候 就好不要在大树底下 鹿鹿鹿 我们去书店那里避雨吧 好吧 嘿 花生 这是你刚买的书吗 对啊 都是心理学方面的书籍 没想到 没想到 刚买完书就下雨了 看来 只好牺牲一下 我的外套了 这么爱惜书籍呀 以前不用工读书 现在终于知道书的宝贵了 我得赶紧回家了 不然论文写不完了 再见啊 华生和以前好不一样啊 华生也就是从现在开始 不断思考一些学术上的问题呢 后来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会场上 发表了他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观点 宝贝 宝贝 你们在书店干什么呢 爸爸 我跟着华生来到了书店 下雨了 他居然用外套保护书呢 哦 我听到你们好像说到行为主义 小乖有没有给你讲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诞生啊 没有啊 爸爸 你跟我说说吧 啊 没问题啊 1913年 华生在心理学评论杂志上 发表了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这一乐门 自此啊 行为主义心理学正式宣告诞生 然后1914年 华生又出版了阐述行为主义的专注 文章的发表和专注的出版 在美国心理学书店 在美国心理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我一会儿要带你去看的那个有趣的实验 叫小乖 小爱博特实验 小爱博特实验 小乖这是哪儿啊 忘了给你介绍了 这所学校就是有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宝贝 你看 嘿 小乖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我怎么看不明白啊 哦 他们这是在给小爱博特做情感测试 嗯 情感测试 嗯 那是小白鼠吗 对啊 咦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接着往下看 你就知道了 哦 咦 小乖 小爱博特怎么哭了呀 是让白鼠咬到了吗 不是 他是被那想要的敲击声哭的 哎呀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小爱博特哭了也不管 哎呀 他们烦不烦呀 老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老乖 老乖 这是怎么回事啊 宝贝 这个实验一共分成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 爱博特听到巨响 引起恐惧 这是无条件反射 第二部分是 滑声让白鼠和巨响同时出现 引起恐惧 这也是无条件反射 然后多次的重复这个过程 到了最后 也就是第三部分 光是白鼠的出现 就能引起恐惧 在这里 学习发生了 简单的讲 就是根据经典条件反射原理 可以制造出 单个个体 所特有的条件反射 啊 原来小爱博特对白鼠的恐惧 是这样产生的呀 这个实验并没有结束 17天后 当华生将一只兔子带到房间 艾博特也变得不安 对于保茸茸的狗 海豹皮打衣 甚至华生戴上 有白色棉花胡须的 圣诞老人面具 出现在他面前 他都觉得恐惧不安 不过艾博特并不惧怕 一切有毛发的东西 这个实验真是奇怪 小艾博特为什么会对其他有毛的小动物 也开始害怕了呀 这说明 条件化的情绪反应 具有扩散或迁移的作用 而在适当的条件下 又可分化开来 形成分化的条件情绪反应 好难懂啊 简单来说 这叫做刺激的泛化 天呐 你越说越复杂了 我实在是弄不懂 嗯 那我再搜索一下 看有没有更简单的解释 算了小怪 我们还是回家吧 我问爸爸去 好的 回来啦 宝贝 怎么样啊 爸爸 别提了 真没劲 啊 怎么了 小怪带我去看了什么小艾伯特实验 好无聊啊 他们老拿着东西 让小艾伯特哭啊哭的 哈哈哈哈 他们这是在做实验呢 小怪也是那么说的 但是他越解释我越糊涂 只要小艾伯特做出要触摸小白鼠的动作 他就用是敲铁锤啊 用是敲铁棒的 来吓唬小艾伯特 来回地重复这个过程 艾伯特到后面看到带毛的就哭 很严重了 呃 这个实验确实是 小艾伯特真是不容易啊 就是啊 那声音那么难听 敲一次就行了呗 还敲那么多次 哈哈 不过话说回来 这可是实验的最关键部分啊 哦 正所谓 量变引起质变 如果华生只敲一遍铁棒 怎么可能完成从无条件反射 过渡到条件反射呢 哎呀爸爸 你这是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感觉越来越不明白了 这么说吧 呃 总之啊 华生通过这个实验呢 证实了条件化的情绪反应 具有扩散或者迁移的作用 而且在适当的条件下 又可以分化开来 形成分化的条件情绪反应 总而言之啊 它是为了得到一个实验结论 好吧 宝贝啊 你还小 听不懂是很正常的 总之啊 这个实验帮助华生验证了 心理学的一些结论 对于你而言啊 现在重要的是 你要学到他身上所具有的科学精神 嗯 嗯 但是他小时候可不爱念书呢 哈哈哈哈 你看他后来 不是在大学里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吗 嗯 那倒是 嗯 他突然就变得爱学习起来了 所以说呀 人生的目标是很重要的 他肯定是找到了自己愿意为之努力的人生目标 保持着一种热情 所以才能在心理学上做出这么多的贡献呢 作为一名开创者 发生在心理学界 那可是功不可没的 1957年 美国心理学界为他颁了金奖 称赞他发动了心理学思想上的一场革命 他的作品是富有成果的研究工作 是延续不断的航程的起点 哎 宝贝啊 你看 人生的目标 多重要啊 嗯 我知道了 我也要朝着我的目标而努力 小乖 你也是 还有老爸 你也是 啊 当然 赚钱养家 不容易啊 哎 你干什么 把书抄坏了怎么办 哼 机器人就是没教养 哎 你干什么 把书抄坏了怎么办 哼 机器人就是没教养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把书抄坏了怎么办 哼 机器人就是没教养 哎 你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